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认为保守党的党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差距拉开 但是很重要的 刚才也张教授讲过了 两个客观因素我觉得导致了保守党的实力 其中一个是经济数字非常好 失业率非常低 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的这个环保运动 正好这个时间点卡在大选期间 所以让保守党 让很多中间选民呢 对这个保守党环保的议题不敢恭维 觉得取消贪税好像觉得 是的 是的 那综合而论呢就是让别人觉得就是 这个谢尔没有抓住这次的时机带领保守党执政 那么我认为呢他应该是在这四年之内是被换掉的 但具体是多快来换 因为今天早晨那个主这个英文的媒体 也在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议会 还要看议会当中的一些化学的反应 怎么能够让保守党顺利的过度去 这个从失败当中过度走出来 所以我认为谢尔会被换取决于什么时间 取决于他接替他的人选是谁 对 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一个保守党的 这个明星的这个前部长 现在这个埃博塔省的省长 杰森堅尼他新校的时候 他也有接受这个媒体访问 他没有把话说死 媒体有问到说 你有没有可能回到这个联邦政坛 他是说其实我从来没有拒绝过 但是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省长这个事情给做好 怎么看他的这个表态 我觉得那个在我和我朋友交流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如果想这个保守党 他内部的这些领袖的话 其实杰森堅尼很有可能是最适合 做党领这个位置的这样的这个领袖 那么但是呢杰森堅尼呢 他本人呢 其实刚刚当选这个阿尔博塔省的省长 如果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放弃这个省长的职位 然后来做这个保守党的党领 其实是很不明智的 这个第一对不起显民 第二呢他也 即使他在这个点 如果放弃这个阿尔博塔省 去当这个这个保守党的党领呢 他也不一定呢 这个能够能够做好 那同时呢就是 但是如果我们再分析这次 保守党失利的原因呢 我个人的观点呢认为是 希尔是有一部分的这个 个人耶稣在里面的 实际上他呢就是在 尤其是在安大略省 跟这个魁北科省呢 他没有表现出来 就是太有力的这种领导力也好 政策也好呢 他自己呢没有太好的表现 其实这是这个保守党 失利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呢 从保守党个人的角度 这个本身角度上来讲 如果他们这个想要赢的 下一次大选的话 其实他们需要 更有更强有力的这个领导人 我相信保守党会有一个 强有力的领导人 因为有一个客观因素 就是在杜鲁多执政之前 保守党已经执政了十几年 那么杜鲁多对刚刚执政第一届 他连任的这种可能性 还被认为是蛮高的 但是执政两届以后呢 自由这个保守党的机会 应该说非常大 所以说像堪尼这种 很有政治砝码 也有政治经验的领导人 他应该是 他没有把这扇门关掉 对对对 他没有把话说死 对对对对 他也是比较希望给自己留后路 其实我们今天听到 就是有不少 除了看 看你以外 还有几个比较 就是说很有声望的 保守党的 这个比较资深的 前部长也好 胡贵言 他们都有在讲到 就探讨到刚才您讲的 这个都会区的问题 其中特别有提到 像大多很多地区 点了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说那些选民 他们投给自由党的 很多是来了加拿大 只有10到15年的新移民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保守党 就是对于这个政策 在向新移民 去说服的时候 好像没有把这个意思 给表达出来 那新移民可能看到 就是非常眼前的利益 你给我很好的补助 对吧 我可以有很多的福利 那我就投给你 怎么看这个 就是说这个政策层面上 如果说保守党 想要再打个翻身仗的话 这哪些方面 需要做一个检讨 我觉得您刚才分析的 有道理 就是新移民 往往对本地的情况 了解不是很多 他们需要更好地 给他们宣传一些政策 但同时呢 新移民也确实 容易倾向于自由党 因为自由党相对来说 有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 比如说在父母团聚移民 这方面 还有这次的这个婚姻移民 他们都是要加快 这个审理速度 所以呢 其实 对对对 所以 它的从政策上 对新移民是有吸引力的 我觉得现在 与其过多地去评论 一些保守党呢 我觉得不如我们来看一下 在新的这个执政党 自由党 它的小政府情况下 它能够跟什么样的政党 怎样的合作 推行怎样的政策 对对对 其实我还想讲回到 就是我们列治文选区 那列治文选区是很难的 这次结果的出来的 那其中华裔候选人赵锦荣的话 他表现很不错 他等于是 也是写下历史 能够拿下这个选区 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是这个很多人 对这个结果呢 并不应该并不奇怪 对 并不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赵锦荣呢 他本人之前做过学务委员 而且呢 他同时呢 长期的在这个社区里面 做了大量的这个继承的工作 上次呢 因为这个 这个红色的这个 红色的这个wave 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呢 上次没有当选 那么这次当选呢 其实是这个 是一个大家 他对这个事情 是蛮有期待的事情 同时呢 实际上就是 自由党呢 他本身呢 就是整个这个党 受了这个很多 这个丑闻的影响 而同时呢 这个赵锦荣的对手 这个苏丽道 他卷入了很多的丑闻 实际上呢 就是很多人呢 对他的这个 对这个苏丽道的 他的个人的很多 做法呢 也是非常不认同的 所以说呢 综合因素呢 实际上那个 这个保守党 这次当选 或者是赵锦荣 这次当选呢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可以 这个预期的 那这个方面 你有什么想要补充 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当我们看到 这个地图的时候啊 整个的 lower mainland的城市部分 应该说 大部分是红色和橙色的 对 唯有列治文地区 列治文市啊 是被涂成了蓝色 对 所以这能 也能推测出来 就是我们列治文 有大量的华裔的居民 那么这些华裔 还是比较 在这次选举中 比较支持保守党 嗯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华裔 我们要 我还想请教下两位的建议 就是意见啊 就是说对 这次我们有八位 这个华裔候选人啊 是胜选了 怎么看 华人 华裔候选人 这个参政议政的 这个现在的这个趋势 我觉得首先 大家都有感触的 就是我们 大陆的这个移民啊 这次的 朋友圈也好 这个社交媒体上 对投票的这种 热情 还有呼吁啊 都是非常够的 这个我认为是 有长足的一个进步 也不惊讶 我们社区里面 有很多人 默默地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当我们谈到 华裔的竞选当中 我觉得我们也要区分开 一些大陆的新移民 和这个华裔这个概念 实际这两个概念 差得还很大 比较大 因为我们华裔这个是在这儿好多年了 而且当选的华裔 我们看有很多都是在本地出生的 而且无一例外 都是英文比较好 我也觉得他们的这种 语言表达能力 像刚才Kenny Kenny他的 不光是英文 他的广东话和国语 讲的都非常流利 所以跟选民沟通呢 还有这个扎根本地 做一些服务 常年去做一些积累 这个我觉得都是跟 这次华裔的这个相对来说的成功 应该是分不开的 其实张老师你一直有 我知道选前做了很多forum 就是push这个华人出来投票 然后要对一起 要有更多的这些了解 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补充 我的观察是这次大选 就是在咱们社区当中呢 和一年前的这个试选比 和两年前的首选比呢 大家的这个热情呢 依然还是在 我相信呢 这次至少从这个 这个参与选举的这个数量上来讲 这个去投票的这个 人权的数量来讲 肯定是会有提升的 66%的投票率很高 同时呢 还有一个这个好的 我的好的现象呢 是这次大家的这种讨论呢 更趋于的理性了 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 就是前两次呢 有的时候很多的是 很多这种攻击的现象 这两次 这次的选举呢 给我感受是 大家更多的是聚焦于 这个政策方面的讨论 这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现象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再进步 再进步 大家都在进步 大家都在这个学习 这个民主的这种过程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 20秒吧 你作为这个前候选人 虽然不是联邦 但是有些什么建议 希望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好的 我只想说 其实并不是单独的几个候选人 跳出来这个一个偶然的现象 我觉得几个候选人 能够被当选 是整个社区的需要进步 需要去更好地融入 加拿大一个多元文化的 大的社会 所以呢 作为我们的新移民 作为我们这节目 很多观众啊 都是讲国语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好地去 谦卑地融入到这个社会 把自己的语言提高 各方面基础的 这些政治知识普及 那样会让我们更好的 更有效地 投入到这边的社会建设当中 好 今天非常感谢 两位上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吴景 也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